高手在民间 这句话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吧 而用到下面这位农村小伙身上 可谓是相当的符合 因为他发明了一款农民都想要的机器 蔬菜播种机与传统播种机不同的是 它并不单单只针对一种蔬菜 例如萝卜 菠菜以及莴苔等 都可以通过它实现撒种 而机器主要有手柄 滚口 料斗和送料装置组成 根据不同的播种间距 送料装置可在特定的轨道后进行调整 在将种子倒入上方的料斗以后 中间带有孔洞的白色塑料板 将控制滑入送料装置的种子数量 随着缓慢推动播种机移动 种子会被均匀地撒在地上 而机器下方的三角装置将带动图染 立刻把刚刚撒在地上的种子给埋在地下 紧接着后方的滚筒装置会对地面进行压实 如此以来播种机走过的地方 无需二次覆盖 撒种工作便彻底完成 据发明者表示 使用这款机器一天就能种五亩地 并且不用油不用垫的设计 在环保的同时 也降低了制作成本 仅仅只需要五百元就能造上一台 当然 像这种实用的工具还有很多 例如 这位英国四十五岁大叔发明的电动厨头 启动开关以后 随着刀头的旋转 只需扶着手柄在田间行走 就能轻松将土壤翻开打碎 同时 开启到了很好的除草效果